你好,欢迎每天听本书 今天为你介绍的书是《孝与中华传统》 孝是中华传统美德之一 所谓百善孝为先 在传统社会,孝甚至称得上是最根本的道德规范 大部分皇帝的嗜好都带有孝字 很多朝代也都宣称以孝治天下 孝经是十三经著书中唯一一部被皇帝注视过的儒家经典 而且,官修正史上都立有孝义传 表彰孝子,让他们轻时留名 在古代,一个人是大孝子 他会被举为孝莲,是有机会当官的 而一个人只要被告发不孝 他将无权辩解,甚至可能会被直接处以疾刑 为什么孝在中国传统社会有那么高的地位呢? 得到APP雄义讲透资质通建课程提到 中国传统的孝道 之所以复杂深奥 其实是想通过孝为代表的繁琐礼仪 来达到规范人们言行的目的 而跟华山学儒家思想课程提到 中国古人有关孝的各种行为 其实反映了儒家思想的一个特点 这就是不去高谈阔论 而是把思想渗透在日常的各种细节中 今天为你介绍的这本《孝与中华传统》 是目前学界内少有的针对性研究孝这个课题的专注 作者是古代文献学专家 复旦大学教授陈正宏 作者在书中不仅对孝的内涵进行了追根溯源 而且对历史上影响巨大的24孝的故事 进行了多个角度的解析 作者发现 在传统社会 孝传大的信息 不只是父母和子女之间的关系 它反映的是古代社会最基本的智力逻辑 2000多年间 孝其实一直都是支撑传统社会大厦的重要基石 对于今天的我们来说 孝就像一把钥匙 可以帮我们打开中国传统文化宝库的大门 传统文化不大精深 但从孝入手 我们不仅可以发现中华文明的独特之处 也能进一步理解 为什么直到今天 我们依然大力弘扬孝倾敬长 下面我们分两部分介绍本书的精华内容 第一部分我们看古人所说的孝 和我们今天理解的孝有什么区别 第二部分我们看古人如何达到孝的目标 首先一起来对比一下 古人的孝和我们今天的孝 今天我们常说到孝顺这个词 内涵无非包括两点 首先要尽到赡养义务 维持父母的正常生活 其次要尽可能让父母心情舒畅 精神愉悦 简言之呢 就是对父母好 不过孝最初的对象并不是父母 中国的汉字博大精神 作者开篇便给我们剖析了孝这个汉字 孝是个象形字 这个字最早出现在先秦时期的青铜器名文上 字形从古至今变化不大 传达的基本信息都是一个后生小辈背着一位老人 不过这位老人指的不是腿脚不变的父母 而是过世的祖宗 我们试着对比两个字 一个是刚才提到的孝 另一个是考试的考 你有没有发现 孝和考这两个字的外形看起来非常像 作者认为 这两个字不只是外形相似 含义也紧密相关 考在古汉语中可指代死去的父辈 而孝字的意思也跟祖宗崇拜有关 作者列举了很多证据 翻开先秦点击 孝字绝大多数的使用场景都是祭祀祖先 比如诗经小雅的《楚词》篇中有这样两句 先祖是皇 神保是想 孝孙有庆 报以介福万寿无疆 这两句诗描写的是西周时期贵族祭祀祖先的场景 贵族们供奉了捷径的牛羊肉 祖宗们晃晃悠悠返回人间享用贡品 看到子孙的一片孝心 祖先把福赐给他们 保佑子孙万寿无疆 作者还进一步做了统计 诗经有305篇文章 孝字出现在其中的11篇里 而这11篇文章都属于亚和宋 我们知道诗经分为风亚宋三部分 其中风展示的是地方的民间乐歌 而亚和宋都跟王室有关 亚收录的是王纪 也就是西周王族直接统治地区的乐歌 而宋特制宗庙祭祀用的乐歌 可见诗经的孝跟王族生活 以及王族的祖先崇拜有关 那这种关系是怎么产生的呢 作者认为 孝其实是上古时期贵族维护自身特权 统治的一种手段 随着社会组织发展壮大 居于上层的统治者 会面临一个越来越突出的问题 这就是如何管理这个愈发庞大的群体 那时还没有成熟的官僚体制 统治者想到的办法 是充分发挥血缘的力量 简单说呢 就是提醒大家 往前追溯 我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祖先 我们的身体里都流淌着共同的血液 所以我们是一家人 我们都应该对祖宗神心怀敬畏 国之大事在四与荣 这反映的便是周代的现实 国家最重要的大事无非两件 对外叫荣 通过作战来维护族群的安全 并争夺生存资源 对内呢 是四 也就是一同祭祀祖先 保证内部团结有序 既然孝的对象最初是祖先 后来怎么变成父母呢 作者提到 随着社会进一步发展 许许多多的个体家庭产生 这时只靠血缘 只强调对已是祖先的崇敬 已经无法把社会聚拢在一起了 春秋战国时期 诸侯争霸 根本不在乎他们彼此同性 那这时 已经被打破的社会秩序 该怎么恢复呢 作者是这样解释的 儒家主张应该继续在 孝这个古老的观念上做文章 儒家有一套治理逻辑 齐家治国平天下 那反过来讲 要想天下太平 首先就要保证 每一个家都井井有条 作者强调 儒家学者口中的齐家的家 并不是以夫妻为主体的小家庭 而是包括了父辈 祖辈 以及兄弟姐妹在内的家族 那家族内部关系复杂 如何才能秩序井然呢 这就要强化孝的作用了 以前孝的重点是对祖先崇敬 而现在儒家学者把孝的对象 从崇拜祖先扩展到敬重父母 强调子女和父母之间的爱 是出自人的本性 由此形成了一整套有关孝的伦理 也正是从这个时候开始 孝亲敬长长幼有序的观念 在中华文化的机体内生长起来 我们在这试着跟作者抬个杠 孝这套理论 是儒家学者在春秋战国时期提出的 是针对动荡社会的解决方案 但到秦汉时期 国家统一社会稳定 此后各项制度越来越发达 国家完全可以通过军队官僚税收 来有效管理社会 那为什么两千多年来 孝的理论非但没有褪色 反而越来越受到重视呢 著名法学家北京大学的苏立教授 在他的《大国限制》一书中 有过另一番精彩的解释 关于中国人为什么极力推崇孝道 我们可以把苏立老师的观点总结为两点 第一 除了孝以外 没有别的办法 第二 孝能带来意想不到的好处 中国古代有一个长期不变的社会特点 中华民族是农耕民族 村落组织是构成农耕中国的全部基础 所以农村治理问题一直以来都使国家治理的重中之重 但麻烦的是 中国的地域过于广阔 各地情况过于复杂 仅凭农业时代的国家系统 根本没有办法处理天南海北每个村落那么多的事情 所以中国历史研究者常说 皇权不下限 也就是说 像村落这样限以及以下的社会单元 需要靠本地的力量来自治 那要依靠什么原则 什么逻辑来实现自治呢 苏利老师强调了四个字 父为子刚 在家庭内 由于体力智力和经验的差别 父子之间长期是领导教育和指导的关系 即便孩子成年了 体力超过了父亲 父亲的经验人脉 也会保障他在家庭决策中的支配地位 说到这儿 你可能会想到白发苍苍的老父亲训斥儿子的场面 苏利老师认为 在传统農耕社会 人们的预期寿命有限 人生七十古来兮 绝大多数父亲作为家庭的决策者和领导者 通常会定格在中壮年 那在这个时候 父亲的体力智力都处于巅峰时期 是当之无愧的一家之主 而要想保障父亲的决策能被顺利落实 就要大力提倡孝道 儿子要坚决服从父亲 服从家庭秩序 这一点似乎没什么出乎意料的 但苏利老师提到 孝其实带来一种意想不到的强大力量 就是孝作为一种可复刻的模板 能像矢量图一样随意地放大 嵌入社会的各个角落 富为子刚这个逻辑 可以从最初的血缘关系 发展成纵向的层级关系 直接用来构建和治理农耕村落社区 村落的事情要由本族组长说了算 他的经验最丰富 因此农耕村落的组织成本 因富为子刚的逻辑而大大降低 2000年来 随着社会越来越发展 人口越多 问题便越复杂越细密 这个时候 更需要各个村落的组长 努力进到自己的职责 而且这种层级关系继续称大 官僚组织也可以套用 低级官员要服从高级官员 因为高级官员掌握更多的情报 同样国家也可以套用 全国上下都要服从皇帝 因为皇帝有最系统的治理经验 你看 古代中国的治理逻辑 可以凝结为富为子刚这四个字 而富为子刚正是孝的社会性体现 既然孝这么重要 中国古人应该如何达到孝的标准呢 孔子给出这样一句话 生 逝之以理 死 藏之以理 忌之以理 本书作者在此基础上 把古代的孝归为两大范畴 第一是奉养 讲的是父母活着的时候该怎么对待他们 第二是追孝 讲长辈死后又该怎么对待他们 听起来 古人要落实的行动跟今天没什么太大区别 我们今天同样也是要让父母吃得好住得好 其实在古代 古人要想做到奉养和追孝是非常艰难的 作者在书中花了一半的篇幅来分析著名的二十四孝的故事 所谓二十四孝 据说是元代一位叫郭居敬的人筛选整理的 他还为每个故事都配上一首诗 这成为明清时期影响力最大的儿童启蒙读物 下面我们结合作者在书中对二十四孝的分析 来看看古人对孝这件事情有多高的标准 有多严的要求 先说奉养 简单说就是子女成年后要让父母衣食无忧 但什么叫做无忧呢 这个标准就很宽泛了 从高标准讲 子女要对父母提出的各种物质欲望尽力满足 你可能听过卧冰球里的故事 这是二十四孝里最有名的故事之一 大概情节是 汉末进出有位叫王翔的孩子 他早年丧母 继母对他非常刻薄 经常在父亲面前说坏话 导致他失去了父亲的疼爱 每天只能干脏祸 但王翔仍然尽心尽力地照顾双亲 一年冬天 继母生病了想吃鲤鱼 由于天气寒冷 河水冰冻无法钓鱼 王翔便赤身卧在冰上 想用体温来融化冰面 王翔的孝心感动上天 忽然冰面裂开 裂缝里跃出两条鲤鱼 王翔高兴坏了 捉住鲤鱼回家供奉寂母 很多人会说 王翔很傻 孝敬当然没有问题 但也得讲究方式方法 为什么不拿石头砸开冻结的冰面呢 作者解释 这个故事之所以这样广为流传 传达的价值观 正是我们前面说的 奉养的最高标准 故事情节其实很有意思 中国是个注重饮食的群体 那子女在奉养父母的时候 尤其要在满足父母吃得好 这一方面无条件服从 而握冰球里的情节 特别能体现子女竭尽心智 因此这个故事广为流传 除了高标准 作者还提出低标准 这并不是说放低标准 而是强调在极端情况下 子女也要尽力孝敬父母 按照儒家要求 在衣食紧缺的时候 子女要首先保证年迈的父母活下去 其次才是自己和孩子 二十四孝中有个极端的案例 为母埋儿 情节很荒唐 相传这个故事发生在东汉或晋朝时期 有一位叫郭聚的孝子 父亲死后 他把家产分给两位弟弟 自己散发着人性的光辉 啥也没分 只是选择供养母亲 因为家里穷 食物有限 郭聚为了供养母亲 竟然说服妻子 打算把儿子给活埋了 希望通过这种方式 把口粮节省出来 留给母亲 郭聚的孝心 汗天动地 以至于他在挖坑的时候 突然挖到黄金 一家人从此过上了幸福快乐的生活 这个故事在今天看来不仅难以令人感动 甚至让人反感 连鲁迅也有痛感 既然要承担赡养母亲的义务 为什么不在分家产的时候被足口粮呢 没钱没粮的时候 为什么不想办法获得粮食 而是非要害死自己的孩子呢 我们试着猜想一下 郭聚迈尔或许是个极端的思想实验 古人想要通过这个故事 来传达一种道德取舍的观念 天平的两端 一端是自己的骨肉 另一端是自己的父母 在这种情况下 古人强调 要毅然决然地选择父母 凤养的内涵 不仅包括高标准和低标准 还要在时间轴上展示出笑的无时无刻 比如早晚要请安 做错事要受罚 获得肯定要跪些 总之就是通过各种各样的礼数 让父母感到被尊重 精神上获得满足 子女对在世父母要视之以理 也就是奉养 对于过世的父母呢 则要追笑 作者提到追笑包含两个方面 一个是藏之以理 一个是忌之以理 忌之以理是对远古习俗的延续 我们在第一部分已经谈过 接下来重点看藏之以理 传统社会衡量子女是否孝 有个重要标准 这就是看父母去世后 子女是否举行合乎习俗的藏礼 我们简要看一下 古代的丧葬礼仪是怎么进行的 如果子女远在他乡 得知噩耗后 他们要立刻放下手头的事情 赶回家乡来料理丧事 这叫奔丧 接下来 子女要为亡顾的亲人穿戴整齐 把他们的灵鹫停放在临时处所 这种临时处所 还有个专门的名称 叫病 也就是病葬的病 灵鹫的停放时长 不超过70天 但不能少于50天 为什么要停这么久呢 这期间 满怀悲痛的子女 要四处奔波 为王亲寻找一个 合适的安葬之所 当然也有说法 之所以不急于下葬 是因为古代医疗条件有限 当场无法确认死者真的死亡了 等到备好目的 便迎来了葬礼的高潮 孝子要极其悲痛的 让王亲入土为安 亲人安葬后 儿子还要扶桑三年 作者提到 扶桑时间准确说是27个月 日子从得知死者过世那天算计 在这27个月间 儿女们不可以做官 考试和嫁娶 为了体现极端的悲痛 他们还要住茅屋 喝西粥 睡破席 枕土快 越悲哀 越能赢得别人的赞誉 你有没有发现 在孝的众多体现中 古人格外重视 孝的外在形式 除了日常对父母请安贵谢 父母死后还要后葬 礼仪要尽可能隆重 随后子女还要守孝27个月 为什么传统社会要鼓励那些行为呢 在这儿我们还是引用一下苏丽老师的研究 苏丽老师提到 古人之所以要过度的提倡孝道 是因为孝这个行为是反本能的 人们常说人类爱的天平往往是向子女一方倾斜的 这不是心灵鸡汤 从社会生物学的原理来看 由于自私的基因 所有的生物都天生更关心繁衍后代 而不是上一辈 而且啊 服从和听话并不是人的天性 幼儿通常依恋父母 但从青春期开始后呢 父母亲情就不足以保证孩子自发的孝敬和服从父母了 所以中国古人常说 养儿方知父母恩 可怜天下父母心 这无可厚非 符合生物进化的利益 但这会引发一个突出的社会问题 养老 今天的生活资料相对充分 儿女赡养父母相对容易做到 但在古代 生活资料稀缺 几乎是常态 而且由于缺少贸易市场和技术手段 即便人在年轻的时候 想到自己总有一天会老去 也无法当即囤积大量的食物和财富 留给几十年后的自己 在这种情况下 养老必然是社会难题 如果不以某种制度 要求子女为父母提供最基本的生活资料 老人的生活注定悲惨 那对于整个社会而言 老人也会成为村落的巨大负担 关系是相互的 说了这么多 我们一直强调孝 也就是子女一方的付出 那长辈一方应该做出什么努力 来维持这种关系呢 古人在强调子孝的时候 也会强调父慈 在古人的观念中 只要能真正的做到父慈子孝 这个家庭就会和睦 构成社会的基本单元 也就牢固了 父慈这个概念很有意思 为什么中国古人强调父慈 而不提母慈呢 有本书叫性的进化 书中提到 在繁衍这件事情上 男性抽到的牌 看起来要比女性好一些 由于生理区别 男性在繁衍后代 这件事情上更容易 而女性的资源 也就是卵子 则要少很多 而且 女性往往要承担 孕育胎儿和抚养幼儿的工作 因此 母亲比父亲 更关心后代 父慈比母慈 更难做到 历史的记载 也一再证明这一点 我们前面提到过 郭聚埋儿的故事 虎毒尚且不识子 但郭聚作为父亲 竟然心生邪念 想要活埋自己的儿子 还有个故事也很有名 这就是著名的 赵氏孤儿 主角成英 为了搭救幼主 拿自己的骨肉掉包 结果眼睁睁看着 自己的儿子 被活活摔死 这些事情 未必是真的 但故事不在少数 而且中国人 反反复复地讲 这说明 中国人打心里就认为 这些事情 是可能发生的 反过来我们再想想 有没有母亲 伤害孩子的案例呢 思来想去 下手最狠的 或许只有岳飞的母亲 但岳飞受到的 也只是皮肉之苦 并没有伤及性命 你看 就社会经验而言 慈母是常规 慈父则不是 但是 在传统社会 男性是家庭的主要养护者 抚养幼子的阶段 更需要男性协助 来分享生活资料 和生存经验 所以 要想让孩子能够健康成长 就需要要求父亲 善待幼子 苏利老师认为 儒家提出 父词这个理论 意义重大 它不仅是一条道德规范 更是一个家庭和村落的构成规范 对于女性 父词就意味着男性更顾家 这能大大减轻女性的养育责任 改善了女性的生活状态 对于子女呢 父词也能让他们 更有正当性的领导孩子 更顺利地向孩子传递 生活经验和生产技能 而对于自己的家庭 由于生存的竞争 坚持实践父词的家庭 往往能培育出素质更高的后代 对于别的家庭 父词是某个家族 家风的重要展示 这会成为代嫁女性择偶的基本标准 而对于整个社会 父词还会推动子孝 正所谓家旗而后国制 国制而后天下平 正因为这样 父词成为农耕社会家庭制度的 核心规范之一 最后 我们再回头来谈谈 古人推崇的二十四孝这件事情 二十四孝中 有不少颇具人情味的故事 比如子鹿赴米 这个故事讲的是 主人公子鹿家境贫寒 生活节俭 每天以粗茶淡饭度日 但是子鹿担心父母年纪大了 营养不够会生病 因此他数十年如一日 跑到百里外买米回家 孝敬父母 后来子鹿做了官 过上了优渥的生活 但他却常常感伤 因为父母已经过世了 他多想再为父母买米回家 却没有机会了 每当读到这样的情节 我们的心里 总会涌起一股暖流 但不可否认 二十四孝中的部分故事 也严重地压抑了正常的人性 而且这种压抑 是代代相传的 更可怕的后果是 久而久之 个人的思考能力 创造意识会逐渐丧失 道德存在的意义 原本是要让人们生活得更幸福 但在这些故事中 追求纯粹的道德 反而成为古人生活的 机械目标 但如果换个角度看 我们或许能在 二十四孝的故事里 发现人性压迫以外的信息 作者在全书结尾的部分 从社会学和历史学角度 对古人推崇的孝进行了精彩的分析 作者发现 二十四孝其实体现了 中国传统社会的家族均衡观 我们前面提到过 郭具埋儿的故事 但我们想 这个故事里最惨的人 难道是郭具本人吗 更悲惨的 应该是即将被他活埋的儿子 以及即将失去儿子的母亲 你看 所谓的孝子身后 往往会有一个地位更低的家人 帮他垫地 如何解释这个现象呢 作者认为 在中国传统社会中 长辈总是最有话语权的一方 因为长辈代表的 并不是某个具体的人 它代表的是家族的秩序性 传统的权威性 所以 当多个矛盾发生的时候 第一要务是一定要保证 秩序和权威 这是传统社会稳定的基石 那如果象征秩序传统的长辈提出无理的要求 做了错事 该怎么办呢 那就需要牺牲家族中某个人的利益 来实现平衡 被牺牲的可能是握冰球里时的王翔本人 也可能是为母埋儿时 郭具的小儿子 从社会学角度看 24校反映了家庭的均衡观 如果从历史学角度看 你会发现这些惨烈的故事或许都跟一个字有关 这就是穷 24校故事中的董勇卖身脏腹 是因为董勇穷得买不起一口棺材 黄香山震温情 也是因为家里穷 顾不起奴仆服侍长辈 蔡顺收集赃身给母亲吃 同样是因为逃难旅途中穷得发慌 如果去做个统计 你会发现24校中绝大多数故事都发生在东周 东汉和西境 这三个时代共同的特点就是战乱和贫穷 与其说24校是粗暴的道德绿条 束缚了人性的自由发展 不如说它是一部纪实文本 浸透了传统社会普通人生活的悲苦心酸 好 以上就是这本书的精华内容 你可以点击音频下方的文稿 查收我们为你准备的全部文稿和脑图 你还可以点击红包分享 把这本书免费分享给你的朋友 恭喜你 又听完了一本书